受到烟花台风的影响 外围环流为北台湾带来豪雨 新竹122线26.9公里处 今天早上8点多发生了大量的土石崩脱 而乡公所立刻派人清除 不过因为石头太大了 山猫还差一点翻落山谷 目前已经抢通完毕恢复通车 另外在五峰乡山区的小路 也出现了树木倒塌的情况 好几名园警与村长协力 将倒在道路上的树木移除 来回搬动好几趟努力抢通当中 这里是新竹县五峰乡山区的小路 因为连日豪雨 树木承受不住猛烈 于是接连倒塌 两台山猫一前一后 合力将崩落的土石铲除 雨水混杂大量的泥土 形成一道土黄色的小溪 受到烟花台风的影响 外围环流也为北台湾带来超大豪雨 23号早上8点多新竹122线26.9公里处 发生大量土石崩落 香口所立即派人清除 不过因为石头太大 山猫在作业过程中 还被卡住插点翻落山谷 有山猫这样子卡住是吗 有吗 有石头太大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 对哦 已经解除了 会不会很危险啊 当然危险 大雨狂炸北台湾 索性没有传出人员伤亡 不过提醒民众前往山区 还是得小心再小心 即使新竹综合报道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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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